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首次来台展开巡回演出 全团在高雄市政府视为行政中心中庭的记者会上 演奏乌克兰国歌及台湾民谣望春风两首曲目 磅礴优扬的乐音感动现场观众 市长陈其迈在会中表示 团员在最艰难的时刻来到台湾 展现民族国家的韧性 他要代表市民向乌克兰人民表达敬意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 花了三天的时间坐巴士 从乌克兰到捷克然后再到维也纳 这样辗转一路来到我们的台湾 那我相信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 不仅有非常悠久超过百年以上的一个历史 那在这一段他们最困难的时刻 能够来到台湾也真的体现乌克兰民族的 国家的一个韧性 在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 不屈不挠 真的是我要代表所有的高雄市民 向乌克兰人民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那我刚刚也跟王局长讲说 我们明天高流应该要点灯来向乌克兰的人民来表达我们最坚强的支持 陈其迈提到这次演奏曲目中有一首非常特别的是交响叙事曲 《格拉奇纳》叙述公爵夫人格拉奇纳代表她的丈夫出征 也代表在俄乌战争里乌克兰人民不屈不饶 团结一致的精神 这一次来的曲目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格拉奇纳的这个序曲 是叙述说这个公爵夫人格拉奇纳代表她的这个丈夫出征 那在整个也代表了说在俄乌战争里面 乌克兰人民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这个精神 那我想这一场的在高雄的这个演唱会其实非常具有意义 那我也要代表高雄市民来特别欢迎乌克兰国家交响叙迈 能够到高雄来演出 陈其迈表示9月11到13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将会点灯 借此向乌克兰人民展现支持 欢迎大家来到民主圣地高雄 我们全团78人也希望多来